在今天國慶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大家出去遊玩 都發現到天氣非常的好 當然只有在高頻地區 因為熱對流的關係 有點午後正宇發展 但再來還有三天的假期 我們就來看看 這天氣狀況會是如何了 以現在來看的話 早出晚歸的朋友 你要注意保暖 因為天氣晴朗 但早晚是偏涼的 有多涼呢 今天清晨的宜蘭 今天清晨的新竹 還有桃園海邊的部分 都只有在20度上下 而在明天跟後天兩天的假期當中 天氣清了 東北風影響 早晚的溫度 也都只有在20度 是在中部以北 南部地區清晨的溫度 也是在24到25度之間 而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隨著東北風的強度 又要開始增強了 大約在週日的下午以後開始 往東走有點短暫雨 往西走天氣晴 而溫度形態來說 在週日晚上略降 接著下週一到週三 隨著東北季風的增強 迎風面的北部 跟東部地區 都有點毛毛雨出現 而在中南部來說 是天氣晴 夜晚的溫度都下降了 預估低溫 可能在20度到19度之間 所以溫度狀況來說 會變得更涼 而到了禮拜四以後 東北風的強度減弱 日夜溫差相對的 就會變得比較明顯 不過這明天你出去遊玩 要注意是高山的天氣寒冷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可都在8度以下 近海的風浪大 都是在大浪到中浪的程度 所以海邊活動 山上活動 都要特別注意 一個要保暖 一個浪比較大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 今年的第19號颱風 有沒有看到 整個雲帶的環流結構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是達到最強 中心風速每秒55公尺 暴風半徑可是有達到了 350公里 但現在開始要減弱了 因為隨著它到了 琉球群島的 東方的高緯度海宇之後 這邊的海溫偏低 再加上北方的高壓 東移帶進來的東北風 並不離於它的發展 因為冷空氣灌入暖的系統內 但你可以看到 很穩定很快的速度 開始朝著北的方向走 接著就在禮拜六的晚上 要接近日本東京附近了 我們來看到它的路徑顯示圖了 路徑顯示圖上可以看到 在禮拜六的晚上的時候 就已經到達東京的 西南方的海面 之後很快的穿過千葉線 而進入到日本的 東方的太平洋 大約到了這個位置以後 就減弱成為一個溫帶氣穴 所以它在進入日本的 陸地之前的時候 強度還會在減弱 那你要注意什麼 台灣沒有影響 要注意的是你如果在 禮拜六的晚上要進入日本的話 到陳田或雨田 航班可能會受到影響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今天晚上 溫度依然中部以北偏涼 南部地區舒適 白天高溫都是屬於在30度上下 可是在中部以北 日夜溫差就明顯 外島地區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一個日夜溫差比較偏大 早出晚歸騎車要保暖 還有近海浪大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小心